大家好,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這個輝煌呢? 說的是一代的作曲家和鬼才 包括輝哥、顧家輝和王瞻 輝煌這兩個字已經成為了他們兩個人的代表 亦都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經典 所以就算他們以前在生的時間開過很多次輝煌演唱會 即使他們不在之後 仍然還有很多關於輝煌經典演唱會的傳承 即是一連兩場的程軒輝煌經典演唱會 就在23號圓滿結束 一連兩場的演唱會就演出包括了 包括了汪阿姐、葉麗儀、張德蘭、陳潔玲 包括了還有王瞻的前妻阿華娃 久違了很久沒見的葉振堂和雷安娜等等 不過因為尾場的時候 因為唐哥葉振堂身體不適就參與不了 就由好拍檔葉麗儀在台上代為宣佈 原本兩人合唱的《笑澳江湖》和《兩亡煙水女》 就改為葉麗儀和陳潔玲合唱 主辦人邱阿葵接受這個訪問的時候就說 唐哥前一天吃錯東西有點肚子 做完第一場休息之後 情況沒有改善 所以就叫他繼續休息一下 大家都知道 當年在TVB也有很多很經典的劇集歌曲 尤其是金融劇集 很多作品都是來自顧家輝和王瞻 一個作曲一個作詞都成為經典中的經典 首首歌都成為了大家心裡一些 異熟能詳的歌曲 如果你是40歲以上的話 相信輝哥和阿占叔的曲和詞 你不可能沒有聽過 這個演唱會就由音樂總監徐日琴和他的樂隊 演奏多首輝王金曲揭開這個聚幕 打頭陣的陳潔玲 異熟唱今晚夜 之後他就說 今晚看到很多朋友 真的全部的回憶回來了 很多都是自己的老朋友 以往輝王演唱會 輝哥和詹叔都坐在觀眾席聽我們唱歌 但是今年連輝哥都走了 一切都成為往事 今晚再次唱他們作品的時候 心情的確有點不同 也有點複雜 更加要將他們的作品 繼續傳承下去 輝王這兩個字 不單止等同輝哥和王瞻兩位的巨像 亦都代表了他們一起創造的 香港樂壇的輝王時代 的確是 因為他們那個時代 就是七八十年代的時間 經典中的經典 大家都懷念的不止是輝王 不止是懷念輝哥和詹叔 更加懷念那個年代 就是這個 無論是電視劇 或者是這個 樂壇的一些 很經典的一些回憶 和代表那個時代的一些 足跡來的 所以呢 大家都很懷念 至於張德蘭 獻唱了兩首電視劇經典的插曲 包括了這個 《鮮花滿月樓》 和《願君心記錘》 我自己就很喜歡 《鮮花滿月樓》這首歌的 好西美 歌詞也寫得很好 歌詞也寫得很好 更加清唱了一段 由占叔包辦曲詞 教曉了他做很多做人道理的可知道 先道拉在二虎大師 霍世傑半周之下 表演了廣東歌的經典提笑恩怨 大家都很記得 以前 小時候的時間 聽一些長輩說 以前很多香港的歌手 都是唱歐西流行曲 翻唱別人的歌 甚至乎 國語時代曲 在香港很流行的時間 很多香港歌手 都是唱國語歌 或是英文歌 但是 廣東歌的提笑恩怨 都可以說是打開了 廣東流行樂壇的一首序章 所以提笑恩怨這首歌 不單只是一首很經典的作品 亦是一個廣東歌時代的見證 所以 在這個輝煌演唱會 先道拉姐姐一定會唱這首歌 帶大家去到這個回憶 至於 特地在加拿大 回來香港演出的雷安娜 就唱了 《舊夢不虛記》 《徐想曲》 和《狂潮》 接力的華娃 即是詹叔的老婆 為大家帶來經典歌 《雲娘》 之後還有《一見你就笑》 和《識別》 唱《識別》的時候 她更加 會在這首歌唱完之後 就暫時告別舞台 會不會再見到 就看看有沒有緣分 所以就是《識別》 從澳洲回來香港的葉麗儀 更加會唱一首經典歌 就是《上海灘》 《上海灘》 也是一首非常經典的歌曲 還有《萬般程》和《龍虎鬥》 她也說 好多謝輝哥和殲叔 寫了這三首歌給她 好的歌 無論唱多少次 聽多少次 都有她的味道 都一樣是這麼精彩的 那麼 葉麗儀說得一點都沒有錯 據稱 葉麗儀小姐 唱《上海灘》這首歌 基本上就是她每一次登台 她去唱的時候的歌單 是必選的歌 即是如果她去出show的時候 不唱這首歌 觀眾都不放過她 即是 亦都好像說她唱這首歌 都超過一萬次 即是可以見得 這首歌 在很多華語樂壇的歌迷心目中 或者有華人的地方 都是一個非常經典的一首歌 當然啦 當年的《上海灘》 許文強丁力 都是大家的經典 所以呢 即是有一套好的劇 再加上一首好的歌 就成為經典中的經典 至於壓軸出場的汪明荃 汪亞姐 就唱了《用愛張心偷》 《驚華春夢》 和《萬水千山總事情》 第二場在尾場的時候更加 唱了《揚門女將》 送給觀眾 去到尾聲的時候 群星所有歌手都出來了 一起唱《獅子山下》 阿姐在台上就跟大家說了 輝煌的金曲 《程軒你和我》 是每一代人的集體回憶 即是呢 這個集體回憶 這個經典歌曲 《程軒你和我》 亦都是總結了輝煌 在上述所 那麼多歌手唱過的歌 一個很簡單的總結啦 我自己都小小過的時間 雖然我不是完全全屬於 輝煌那個年代 不過呢 聽他們的歌長大 都可以這麼說 即是呢 小小的時候已經聽到很多 一些經典的電視劇 尤其是TVB的主題曲 都是出自這兩位大師的作品 所以呢 他們兩個人在這麼多年來 留下給我們的歌曲 一定會留在很多樂迷的心裏 那麼 當然 阿輝煌的歌 就不止上述歌手唱過那麼多 是數之不盡 至於聽到節目的朋友 你對於輝煌 即是輝哥和占叔兩個作品 有哪首歌是你最喜歡最經典的 歡迎你留言和我們分享下你的看法 好 今集跟大家說輝煌演唱會 就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我們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再見 再見 文字幕組 讚